群台疫苗擴大施打 而仔細看這間衛生索裡頭 不管是在櫃台詢問的 或是坐在椅子上等候的 似乎都是年輕人 台東縣府分別分配了約300劑的疫苗 給綠島跟蘭嶼 只是長者的施打率不如預期 從上週五開始 開放18歲以上的民眾都能接種 蘭嶼在6月21號 靠近了第一批AZ疫苗約300劑 第一到三類的人員 幾乎都已經完成了接種 但因為施打率不高 疫苗還有剩 開放年輕人施打 每天一百多劑的劑量 衛生所預估30號 就能夠全部打完 施打率就是大概18 部首長被長期待在島上 認為很少跟外界接觸 沒有施打的必要 加上很多人在打疫苗後 產生副作用 另外當地的醫療量能不足 如果真的有緊急狀況 還得要把人後送回本島治療 這1到2個小時的時間 恐怕不是每個人都能夠符合 就是民族性的關係 有一些百物族的老年人家 有一些禁忌 所以他們不太接觸 就是醫療這一塊 衛生所這一塊 各種原因讓島上的施打率不高 蘭嶼跟綠島兩地的衛生所 率先開放18歲以上施打 就是不希望浪費好不容易 才取得的疫苗